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 我的邻居问我 说你现在退休了以后要干什么 我说我哪有要退休 生命就是我的任期 服务就是我的志业 我固然刚辞掉了一个工作 但是我要服务的事情还多得很 就像往后 如果在老人共餐后 我能泡杯好茶给太太 献个殷勤告诉她 那个要帮你赶画架 帮你洗画笔的画家助理回来了 他一定会很高兴 如果立法院清诚要假动 我想我的女儿不会再为了找不到司机 她一定多一个义务的司机可以调配 想想看如果在下大雨的放学路上 两个孙女儿看到 竟然阿公开车来接 欢呼地转进车里面 还看到阿嬷准备了又热又香的鸡蛋糕 一定说都是阿公阿嬷 那是世间最真诚 最悦耳的声音 所以如果有需要服务的地方 我的服务 如果能让人家带来舒服高兴 我想我的工作多得很 那天总统介绍新隔魁 陈院长拉着我 不让我走 拼命地拜托 说两件眼前的事情 你一定要帮我解决拖一把 我看他急成那个样子 我想一向充容优雅的大人哥 你的苦日子要开始了 不过我今天看 满朝的伙伴 无论文官武将 各个精神饱满 他们都是我过去 非常熟人的好伙伴 无论是运筹帮 决胜千里 或者是 斩将切齐 上马急贼 他们各个都身怀十八般武艺 无论使用的是软鞭 硬工 长剂 短剑 工夫 好的不得了 只要陈院长 未来能给他们充分的尊重 完整的授权 又能帮他们排除 部会之间的不同意见 我相信 这一个队伍 绝对 会再创一番好成绩 这是全体国人的阴阴期待 也是 他们大展身手的又一个阶段机会 轰功伟业 正等着各位 我要给 所有的部会所长 加油 也要给成院长 鼓励 放心 这个团队 绝对 会让你得心应手 而且接下来 总统交互的任务再多 都难不倒你 我特别给你居上 最高的祝福 同时特别的 也期待 精彩 我一定大声的为大家喝彩 几个礼拜前的某一天 在官邸 总统坚持要送我上车 走着走着 他说 嘿 所长你 以后不能不理我 我打电话要接我 我停下脚步 回过头来 哈哈大笑 我跟他说 此去 山高路远 天远地方 我不过是一介草民 讲到这里看他已经开始皱起眉头了 我顿了一下 我顿了一下跟他说 放心 储江府之源 我还是会忧起君 这个君 不是古时候帝王的君 而是国家 想想看 如果不是有台湾 这个这么好的国家 一个身在穷苦 长在偏乡的我 怎么可能对台湾未变到台湾头 怎么能够从最底层 做到最高层 今天 我就要从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大礼堂 走出去 我 会心怀这个国家 我会由衷地感谢 这个国家 这块土地 这两千三百万人 给我的栽培机会 恩事 我想要说 我力量虽小 但 国家如有需要 就算我一分 感谢台湾 天佑台湾 谢谢大家